HELLO 大家好我是IN 好久不見啦 相信應該有些人有猜到啦 我又被抓去叫招了 真的是哭啊 現在時間星期五晚上的10點半左右 解招的當天晚上好不好 有點累了就先不打遊戲 我們稍微簡單的分享一下這五天在幹嘛 有些人可能會好奇為什麼不提前通知一下還是幹嘛的 主要是我想在裡面安安靜靜的過來 不想被認出來 所以之後如果又有這種狀況突然消失一整個禮拜 沒錯那就是被叫招了好不好 那不然其他事情可能出去玩什麼的我基本上都會講啦 好啦那這一次的叫招沒有跑太遠就在畫臉而已 所以沒有像上一次我們沿途拍一些風景啊什麼的 我們就稍微簡單的聊一下 順便打開我們的小畫家用一些簡單的圖 讓各位理解一下我們這五天在幹嘛好不好 真的是幹 沒事 第一天我看到那個報到地點的時候 滿頭疑問為什麼不是在營區 一進去啊基本上就是一間類似大教室的地方 沒有冷氣沒有床部 只有幾扇窗庫然後幾台小電扇 忘記畫電扇了我把它畫一下 很像吧 電扇有沒有電扇會轉的那種 然後地上就放著一袋一袋的包包啊 你們可能會想說沒有床是要睡地板是不是 沒有錯啦猜對了 是不是聽起來非常非常有趣 放屁超難睡 那個睡袋基本上就是長這樣 有點像是餃子的形狀啦 然後中間有一個蚊帳的拉鍊 是不是長得很像棺材 你們不要以為在亂話也真的就是長這樣 那你說睡起來怎麼樣 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糟糕啦 但是跟普通的床來比還是差遠好不好 裡面又非常悶熱 我第一個晚上大概躺到12點多我才睡著 那我們9點就寝啦 我躺了3個小時 好不好 反正我們大概收完自己的裝備 然後試算一下衣服啊什麼的 把這些帳篷搭起來之後 不要吃飯了嘛 在裡面的中餐跟晚餐又是另外一場噩夢 你們應該都知道這種便當盒吧 一個橢圓形的 差不多長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扣環啊 非常可愛 我們那幾天的火石器又長得差不多 裡面大概三分之二是飯 上面通常會有一塊肉排啦 或是什麼魚排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根本就沒有味道的滷肉飯 像小小的一些碎肉 還有一些湯汁 然後固定有的幾顆生的大蒜 旁邊青菜區會有一些三色豆 玉米啊 還有一些紅蘿蔔啊 還有一些瓜瓜 我也不知道什麼瓜啦 反正就是瓜瓜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看起來蠻正常的啊 並沒有 他這一區給的菜超級少 整個區域加起來大概就是你一大口就可以吃完了 然後他們可能是先做完 幫我們打包起來 再用車子 載到我們 紮營的地方 當這些便當交到我們手上的時候 我在想啦 可能都20分鐘以上了 所以那個味道真的很難形容 然後悶在那邊整個就 濕濕黏黏的 我知道爆門主餐那些人也很辛苦啦 但是我真的必須說 這真的是我吃過最難吃的幾餐 你們一定很多人會嫌學校的營養午餐很難吃嘛 我跟你們講 學校的營養午餐 比這個好吃20倍好不好 你們知道有多誇張了 我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所以這幾天我可以肯定的說 我沒有一餐是吃飽的好不好 我幾乎都是把菜挑一挑我就 抱歉 真的很抱歉 好啦那第一天早上差不多就是這樣 換衣服吃個飯 來到下午 下午就是直接上課啦 上個都是我們新訓講過的東西 這東西我從新訓 到第一次叫招 到第二次叫招 聽到都會背了好不好 我只能很老實的說 完全就是在浪費時間 就是一個教官在上面示範嘛 示範怎麼打槍 示範怎麼使用槍枝去做射擊的玉璽 還有一些槍枝的保養啊 清槍什麼的 不是我們想混 而是都已經教過了好不好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這麼簡單的東西要重複上好幾次 那什麼是射擊玉璽呢 有些人可能還沒當過兵 我們簡短的做一個解釋好不好 首先呢 你要先把槍放在地上 然後爬好 那你要打槍之前你要幹嘛 你要先有子彈嘛 所以你要先裝上子彈 然後把子彈送上槍機 那有子彈了之後呢 就可以打槍了嘛 那你把保險打開 就可以開始射擊了 沒錯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們要上一整個下午 從1點到6點 太厲害了 合理的懷疑這些長官完全就是把我們當成敵人兒在對待好不好 你們不要有在開玩笑 有當過兵的一定知道我在講什麼 如果沒當過兵的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到時候你就是看看這個步驟你要做多少次 好不好 你去國小門口拉一個小票過來 花一分鐘跟他解釋 他都聽得懂的東西 我們要教一整個下午 這就是教招 非常好 精實好不好 充實 那上完這堂課之後基本上就是吃飯洗澡了啦 洗澡的環境也是非常簡陋 不過這個我還算可以接受啦 畢竟只是洗澡嘛對不對 我大概畫給你們看就好了 就是一根水管嘛 然後這邊有一個出水口 嗯 畫得真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熱水的按鈕 這邊有一個冷水的 你們在家洗澡一定是這種蓮蓬頭嘛對不對 非常舒服 但是我們野戰澡堂不一樣 基本上噴出的水呢 就是像水管一樣 有點像是有人在拿水管噴你然後當你洗澡一樣的感覺啦 不過有水就好能洗就好 這個不算什麼 好不好不算什麼 大概跟你們分享一下就好了 有些人可能會想問這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 洗完澡就是放手機然後睡覺啦 沒什麼好特別分享的 我在裡面通常都會一點的時候醒來尿尿 然後順便看一下風景 那個地方偏僻到有螢火蟲 你們知道嗎 第二天早上就是所有課程裡面最累的一環 行軍 我們上一次除了鋼盔跟槍之外還有背一個行軍包 然後裡面再放一把小扇子 真的超級累 但是這一次還好啦 這一次就沒有背那個超重的包包了 不過再怎麼樣也比第一天的課程有趣啦 就至少你可以走到外面看看風景嘛 吹吹風嘛 跟路過的阿姨打招呼啊 然後也有運動到還不錯啦 行軍我覺得算是累但是也蠻有趣的 然後那種大家一起走的感覺 就算你真的很累你也會想 繼續跟下去 訓練我們堅持的精神 很好 行軍很好 下午的時間呢 我們還是別提了好不好 別提了 就跟昨天下午的課程差不多 超級可悲 下午的課程我有看到一個蠻白癡的事情啦 因為我們上課的地方小黑文超多了 然後因為上課很無聊 都是叫我們會有東西 我就看到對面兩個人 伸出他們的手 比賽誰的手上面小黑文比較多好不好 然後就看到他們手上全部都長滿那個小黑文 就這樣一點一點的 超級白癡 一點一點的 他們已經無聊到可以玩未小黑文遊戲了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在那邊玩旁邊你就在笑 男人的快樂就是那麼簡單好不好 真的超級白癡 第三天我們要移到別的營區殺營 我在想可能是要模擬那種部隊移動啊 然後去野戰的感覺吧 我們就把東西收一收然後坐上這個 這個軍卡車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多多少少在路上應該會有看過 就是那個很大台 然後後面坐滿軍人嘛 我們就坐在裡面 如果你是禮拜三禮拜四有經過七星壇 然後看到有這種卡車 上面有坐著軍人的 其中一台裡面就是我好不好 算是一種新的體驗啦 畢竟是第一次坐這種車嘛 有點像電影裡面演的一樣 就是坐兩排嘛 然後中間都是軍人有沒有 就這樣 大家互相對看 非常尷尬 那個地方也是超多人的 然後大概也是碎地板上 超級客難 很像什麼難民營你知道嗎 第四天整天就是打靶啦 那這一次我們有打到48顆子彈 我覺得還算蠻好玩的 打靶真的是整個五天下來 算是比較有學要東西的部分 畢竟你有實際開槍的經驗嘛 對不對 打手槍真的是男人的快樂 然後這一天早上下午打完靶之後 就會回寢室收東西嘛 就要回到我們原本的那個廢墟 不是廢墟啦 那個 原本的紮營地 好不好 再重複第一天的過程這樣 把東西又整理好 然後晚上一樣是在那個小帳篷裡面睡覺 基本上星期四度過去沒事了啦 星期五就是收東西嘛 然後把薪水發一發 把手機發一發 然後就解燒啦 這一次的訓練我覺得 其實沒有說特別的累 只是那個環境真的 非常可怕 好不好 那個環境真的又髒又亂 小黑蚊超多 蚊子超多 各種昆蟲都有 然後吃的部分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改進空間啦 畢竟真的太糟糕了 讓我感覺不像是訓練 反而是去受苦的你知道嗎 好啦這一次的教招差不多就是這樣啊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分享的 就是教招嘛 有去過的都懂 就是無聊 你如果說五天真的有學到一些東西啊 或者一些使用的技能 那就算了吧對不對 可是 你們也懂了 就是我講的那樣 基本上都是星訓就會學到的東西 何必又要浪費5天的時間 再去做重複的事呢對不對 明天應該啦 應該就會有一些正常的遊戲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吧 掰掰 掰掰